2010年和2011年 新西蘭基督城連番地震 退塌整個城市 還奪去百多條人命 最後幾年 基督城到底復原了嗎? 四年過去 除了多了一座指教堂 以為城市也會有一番新景象 到埔之後 我覺得我錯了 明明日光日白 整個城市靜嬰嬰 震爛了的大廈仍然空置 難怪市政府經常被罵 重建工程進度緩慢 但雙鋪空置 店主還要生活 有個地方落腳架 這個外表 很像貨櫃場的 其實是由貨櫃搭建而成的臨時商場 由銀行捐款和信托基金免息貸款建成 給沒了鋪位的店主 有個繼續經營的地方 場內有超過50間店 Happah是一間專賣 Made in New Zealand的精品店 店內集合了過百位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寄賣 有些是利用舊的物件upcycling造成 也有一些是為了撫平鎮後傷口的創作 貨櫃商場裡雖然有餐廳 但天寒地凍 我寧願選一間可以暖暖暖坐在室內的餐廳 C1 Expresso同樣在地震之後無家可歸 後來才搬到現在這個有超過80年歷史的老油證局 這間被譽為全新西蘭最有型的cafe 餐牌也挺特別的 有個由藝術家畫成的漫畫人像 原來是當地負責地震重建的官員 一打開 立即變成怪獸 好像Man in Black裏披著人皮的外星人 似乎是表達對重建工程進度緩慢的不滿 餐廳是70年代日本機械人漫畫主題 除了牆上的掛畫 天花上還有中環交錯的透明書送館 十足是瘋狂博士地下研究室內的設施 其實是一個將剛炸起的薯條 由廚房直接送到客人座位的裝置 打開蓋 還是熱辣辣的 好玩 又實用 花桌前面還有一台古董衣車 原來是一個針水的裝置 通過鑽動旁邊的輪子 懷念以前的好日子